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久不久了 這段日子真的是大新聞 在講大新聞之前先講一下 我這個是攝影獨白頻道 講講攝影文化藝術技術 假如講講相機的 今天這條影片不關文化藝術技術和相機事 是關日本買相機事 大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江祥介紹 流到口風了 這段影片其實是講日本買相機的 開關的大新聞 這段新聞本來我昨天第一時間就拍了 第一次懶人很多原因 結果遲了24小時才拍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我昨天晚上本來想拍了 但我要做些研究 拿些數據才可以跟大家拍這段影片 終於搞全晚上就沒空搞 搞到今天下午才跟大家拍這段影片 最近日本宣布短期內就開關 即是說香港人經過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終於可以不用特別處理 不用特別手續 不用特別簽證 拿著你的護照 香港人就可以去日本玩 當然有些條件 起碼要打個針 日本要求 另一件好消息 當你去完旅行 要回來香港又要隔離 住酒店 很沒人 又浪費不錢 香港又宣布了 0加3 不要緊 可能你仍然不喜歡 要0加 但我覺得沒什麼大問題 總之你在外國回香港 不用你做核酸檢測 很麻煩 又貴 又隨時搞錯 飛機時間就糟糕了 現在香港去完玩 可以自由回香港 這兩個開關條件 撞在一起 都未夠過 最關是第三個條件 就是日元的日圓 近來急速下降 日本的日圓 日本的日圓 由七算 跌到五五算 一日圓 等於0.055港幣 100日圓 等於5.5港幣 多便宜 留言問我 五sir 現在的日圓 跌得這麼厲害 我們在日本買相機 有沒有傻 早前問這個問題 是沒什麼好處的 為什麼呢 你都去不去日本 跌到多低都不關你的事 但現在三個條件 在一起 日本開關 香港的0加3 加上日圓 跌到這麼低 究竟去日本買相機 有沒有好處 這段影片 我跟大家說這件事 首先日本的相機 究竟是便宜還是貴 我做了三十多年 攝影出版 但我一直都知道一件事 在日本的相機 是不可思議地這麼貴的 你簡直不相信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為什麼日本本土 買的相機比香港 從來都是一貴很貴 所以我曾經有一段日子 很長時間的日子 去日本玩 去相機補看 只是看看新相機 是不會買的 但是偶爾 有些很罕有的情況 日本相機是有機會便宜過香港的 例如N年前 Context一部G1 N年前是非想的 那時候是永安祥代理的 那價錢也很划算 一機三鏡套裝 一萬六七千左右 我記得好像 但竟然在日本的市價 新出的相機 大約一萬三千元 即是說 當時日本Context的G1 是相當划算的 一機三鏡是很划算的 但香港可能覺得 Context應該賣貴一點 就將它推到一萬七 我記得應該是一萬七 即是說 我當時新出的相機 日本買的便宜過香港 四千元 相當厲害 我立即在日本買了一套 另外有一次 我覺得便宜的是 Pentex 出的那一部 是第一部 中片相機 我在日本新出的相機 為什麼呢 八萬多元買到 中片褲 雖然很划算 但問題也是八萬多元 是吧 比香港便宜少少 結果都沒有買到 OK 其他相機怎樣呢 我印象是 從來日本相機都貴過香港 是買不到的 這麼多年來 我曾經有一次 大概是五六 都不知道五六年前 七八年前 在日圓也是狂跌的 由十算 一下插回到七算 在那一剎那 是便宜了二三十個百分 在那一段時間 我曾經在我的視頻雜誌 出了封面 叫人去日本搶貨 但結果 我告訴你 那個文章 都是叫大家 搶蘋果產品 確實在那段時間 我親自 帶公司兩位同事 去新宿 即是日本東京新宿 買什麼呢 買三四部MAT機 公司的MAT機 剛剛要換 當時我計算了 那些日圓 突然跌了20%左右 我覺得 在日本買的蘋果電腦 是比香港便宜的 而且在蘋果電腦 有國際保養 是沒有所謂的 那麼計算 省了錢 足夠的兩位同事 跟我一起飛去東京 省到機票和酒店 即是說 賺了玩 我問他們 OK 賺了玩你去不去呢 那兩位同事呢 有得玩就去吧 反正是錢的公司 那就多謝他們陪我去 我也是 反正已出之問 OK 香港買又可以 但今天賺了四天玩 所以帶了兩位同事 去東京買電腦 OK 再說回這一次 說遠了 這一次 日本的日圓 大概有六七算 跌到五五算 都是急插的了 有沒有好處呢 OK 昨晚我和大家計算了 我先說結論 有些有好處 有些沒有好處 有些沒有好處 賺了玩 OK 我和大家說一下 如何檢查價 首先 在起程之前 大家決定去日本 如果是任意入貨的話 首先介紹大家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叫做價格網 OK 價格.com 是日文漢字 英文就是 kakaku.com 在這個網站的話 你可以用Google translation 將它變成中文 你會處理一點 在裡面 你可以查到它的相機價錢 OK 現在大家在畫面 看到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價格.com的網 現在我已經轉了做中文 我轉了日文 給大家看 現在是日文版本 來到這個網站 你在它的主網 輸入你要檢查的相機 例如我要檢查Nikon的Z9 打Nikon Z9 就會出了它的結果出來 這段影片坦白說 所有香港的行貨公司 我真是不好意思 我鼓勵大家去日本買相機 OK 真是不好意思 但網友很喜歡 OK 網友利益優先 首先看看 這個Nikon Z9 這部相機是怎樣的 你按了一個按鈕 裡面 就出了它 這部相機 日本現有的 最便宜價錢 是多少 放在底下 就出了所有店鋪的價錢 第一位 第一位幾部 很多部都第一位 每部都跌到很低的價錢 62萬8650日圓 運費是無料 免運費 在日本買相機 很多都可以在網上買的 有些都可以在店舖買的 所以你要看這個網 要懂得看 但不要緊 大家研究一下 在這裡可以檢查到價錢 也是檢查到哪間店鋪有貨 沒有貨 哪間店鋪有賣場 即是有現場買得到 在香港人 如果你現在飛到日本買的話 你兩個做法 第一的話 你就是叫它 速遞送到你去酒店 但前提 你要懂得網上付錢 這是比較困難 第二件事 最好找到有賣場 告訴你 有沒有在庫 即是說 有沒有現貨 相當正 你檢查到有現貨的話 你就飛新鋪過去買 就可以用到它的價錢 去賣給你了 先回到價格的網 我今天這段影片 就不是介紹 這是價格.com 但問題 就是讓大家知道 如何檢查 我的價錢就是這樣檢查 到底買機是否值得呢 我先給大家看看 Nikon的Z9 在日本最便宜的 你買到的就是 628650日 這個價錢 我昨天做了計算 如果我計算出來的話 這部相機就是 628650日 折合港幣是34438 34438 這個價錢是否值得呢 坦白說 我講出來的話 相機就是罵我了 這部相機香港的行貨 在賣47300日 水貨是381880日 就是說 如果你用行貨和行貨比 OK 在日本買便宜了12800日 很厲害 不過這樣比是不公道的 在香港買是香港的行貨 有香港的保養 在日本買是日本的行貨 在日本的行貨沒有藥 來到香港就沒有保養 所以你只能跟水貨比較 跟水貨比 都省了3400多元 OK 關鍵在於Z9 在香港有貨還是沒有貨 在市面上 水貨 如果水貨沒有的話 這個價錢只是說出來 水貨的價錢 我就在price.com.hk 那裡查 這個價錢是普遍可信的 但是價格可高可低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很多時候 都未必有貨 所以 關鍵在於去到日本 你在網上查看有貨 你可以先去買 OK 就是說 如果你這剎冷去日本買一部Z9 如果跟香港的水貨比 你每部都省了3472元 每部一部不夠嗎 我告訴你 有一則新聞 就說 日本電視台都報了出來 香港有個豪客 有個遊客 還沒開關之前已經去了 OK 有個遊客 花了很多錢 即是消費很厲害 花了幾十萬 花了幾萬港幣 每天這麼瘋的價錢去買 電視台也訪問他 詳細大家上網找一下 我只是覺得一件事 你們不要這麼天真 這個電視台 OK 雖然他真的可能是一個豪客 每天花幾萬港幣去消費 但你吃得多少 你買得多少名牌的東西 分分鐘他去買一部Z9 就省了3400 10部Z9就省了3400 OK 那麼 水貨回來香港10部Z9 省了3400 店鋪入貨 如果香港沒有貨的話 這樣入水貨的話 幾十萬 一分分鐘就省了 OK Z9你可以去日本買 你不要罵我 那是不是真的這麼便宜 又不是的 我同時幫大家檢查幾個價錢 例如這個Nikon Z7II 在日本現在的價錢是347,998 折合港幣是19,000多一點 這部相機現在在香港的巷貨價 巷貨市價是21,800 水貨價是17,450 計算起來的話 如果在日本買這個和行貨比 是便宜一點的 但和水貨比的話 是一千多元 所以是沒有數的 還有情況的話 其他相機都會出現的 如果你買Nikon Z7II的Kidset 現在日本的市價是127,000元 我再強調 這個是價格最低的價錢 在市面上 日本的新宿相機店 未必是這個價格 多數都不是這個價格 折合港幣只是6,955元 香港在賣多少錢呢 行貨是7,590元 當然不可能和行貨比 和水貨比是6,600元 即是說在日本 如果你和行貨比較 你省了六百多元 和水貨比較是貴了 又是沒有好處 正機身比是11,1800元 折合港幣6,123元 和香港的行貨比 你省了一點 省了二百多元 但是和香港的水貨比 你貴了七百多元 所以這剎那 雖然日本只跌到這麼低 買Nikon相機 除了Z-Line有好處之外 其他都沒什麼好處的 買一部Z-30的Dial-Z 即是雙鏡套裝 在日本現在賣的 最便宜是131,490元 折合港幣是7,202元 相當便宜的價錢 在香港 如果你買這部行貨雙鏡機 是需要9,350元 其實也很划算 一機兩鏡 日本更便宜 但是你和水貨比 要七千三百八十元 所以和行貨比 在日本那裡 買Z-Line Z-30的套裝是比較便宜的 不過你和水貨比 就差不多打和 即是貴了一百七十萬元 我再強調 是不是真的現實這樣比較 先大頭歸 首先 我剛才說 這個最便宜的價錢 你未必拿到 因為日本也很大的 你測試的價格可能是大阪 測試的價格可能是神戶 你如果去東天的話 你未必買到 第二 它慢慢移動下去 有其他 就算你在商店裡買到 即是新速的商店裡買到 它的價錢可能會比較貴 不過記住 有兩件事 有一個叫消費稅 8% 即是說 它在日本買的價錢 你可以再減8% 退稅的話 記住 在日本買相機 不是每間都可以退稅 通常在網上店 是不搞退稅的 就算在網上店的門市 即是那些 日本的樓上鋪 他們都未必能搞退稅給你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但是大相機店 就一定可以退稅 退8% 但它的價錢通常會貴一點 減掉的話 也可能差不多 另外除了退稅之外 因為有時候你加入了會員 是有回贈的 有幾個%回贈的 加起來的話 或者分分了十幾個% 最重要的是 可以用信用卡 OK 你用信用卡買的話 你可以拿信用卡的回贈 不僅僅可以搞分期 所以 隨便也很聰明 這就是詳細大家計 講完Canon相機 Canon如果是R3的話 現在的價錢 我們就看看R3是多少錢 如果是Canon R3 不可以不說R3 Canon R3的價錢 現在日本最便宜的價格 是有三間公司 在賣673,200日圓 這個價錢 如果是用港幣計 折合港幣 約是36,870元 36,870元 香港賣多少錢呢 香港的行貨是46,300元 OK 水貨便宜很多 是37,400元 就是說這部相機 如果是Canon R3的話 你在日本買 跟行貨比較省到9,000多元 不過跟水貨比 只是省到530元 當然你可以算上 信用卡的好處 或者是退稅的話 可能更加好處 OK 不詳細說了 總之我相比 如果R5的話 是稀少少 稀少 稀少3700元 如果買R7的話 是稀少1000元 所以買Canon相機 在日本東京 這剎那 的日圓跌到這麼低的話 普遍有稀少 但不是太多 當然相機越貴 稀少越大 Sony 算過了 無論A74和A7R4 是完全沒有稀少的 在日本買 是比香港的 現在這剎那 無論水貨、行貨 也比香港的 我意思是跟香港的水貨和行貨價比 都是沒有好處的 FUJIFILM 大家要說 FUJIFILM當然 現在最吸引的 就是X-H2S 看看這部機器現在什麼價值 OK X-H2 看看這部 新鮮熱辣的相機都算了 日本現在賣價值 284773元 折合港幣多少 是15595元 香港價錢賣多少 OK 我昨天做了功夫 香港價錢 這剎那是19950元 行貨 OK 很多人都說 買富士要買水貨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恩怨情仇 我真的不解讀了 我只是說說現實問題 水貨這剎那在香港賣15000元 相差了行水欠4900元 你想一下為什麼買富士 不買水貨 OK 那就比較一下 如果富士不買X-H2S 在日本現在的折合港幣金錢 格到最便宜是15595元 如果你和這個行貨貨 便宜了4000多元 但是和水貨比的話 你貴了600元左右 那如果在日本 在這剎那你買富士不買X-H2S 是沒有好處的 跌得這麼低的Yen也沒有好處 甚至 sö cups GFX 即是去日本買貴機 这部18S现在卖是679,799日元 折合港币是37,000多 跟香港的行货比是便宜很多 跟香港的水货比的话 也要贵3,000多元 所以是没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呢? 我询过了 XPro3是有好处的 现在的萨达XPro3在日本的价钱 就是20万2千元 折合港币是11,000多一点 香港的行货是14,600多 水货是11,400多 所以就算跟水货比较 这些萨达在东京、日本、日本的地方 你找到最便宜的店铺 就比香港便宜490元 即是便宜500元 不是太多了 便宜500元便宜日本不值 记住 假如你再买几个东西的话 你就赚了玩 例如你买一部Z9、R3 再买一部ExPro3 那你就有好处了 哪些人会买这么多机呢? 进货来买我们便宜了 起码赚了玩 最有限度可以配合几个朋友 你帮他们买机 例如下单就有好处了 很多朋友想问我 吴 Sir,GR3在日本买得有好处呢? 我告诉大家 日本的买一部GR3 是14,777元 折合港币是5,739元 你一听就知道了 差不多了 因为香港市面上的GR3 都跌到这个价钱了 香港应该买一部网货的只是 5,900元 所以真的没什么好处 买一部水货的只是5,400元 水网差不多 这样的价钱只是相差两三处 所以你没理由买水货 你没理由买这部Gro3 我建议大家玩Gro3 你一定要买网货 OK 那说完又说了 其实呢 假如我看香港的影片都知道了 吴 Sir是極力推荐 Rico GR的 推荐了很多年了 为什么没有人说我是Gro打售呢 为什么没有人说我是Rico打售呢 每次都说我是Nikon打售 那是不公道的嘛 我说Gro肯定远远多过 就是我推荐Gro远远多过任何一部Nikon相机 OK 那其实 如果现在有 就是 就是 就是将我这一篇逐条分析的话呢 我无论说Nikon、Canon、Sony 都差不多这么多而已 偏心一点 Olympus也相当少 Pendex也没说过他 但是Gro Rico、Gro的话 远远多过他们 OK 就是事实了 OK 那相机不说了 相机基本上 几部贵价机香港有着数 关键在于 有些时间香港是没有货的 这剩下日本是有货的 你买到了 看镜头 镜头呢 我查过了 和大家 Sony的F-E70-200 2.8个支 那支镜头在日本买 是约29万7千元 折合是1万6千多 香港可货 就是要1万9千多 水货是1万8千多 这支镜头呢 如果在日本买的话 比香港便宜 水货计也便宜1千7百元 行货计便宜2千元 那你自己决定 假如香港有货的 你就跟香港买吧 如果香港没有货 你可以在日本买的话 你就会省到1千7百多元 OK? Sony这支镜头 是否所有镜头都便宜呢 不是的 Sony如果买35 1.4 是那边比香港贵的 买200-600 我很想买这支镜头 这支镜头在日本买 都是比香港贵的 所以香港有货 在香港买 那自己Canon Canon镜头 我和大家查过了 假如你用舊的 单反机的 仍然想入枝EF70-200 现在是216千元 216千元 截合港币是11800元 香港行货这支镜头 当然比它昂贵 如果和水货比 都是比较贵 所以 你买这支镜头的旧款镜 是省了300元港币 和水货比较 如果你买Canon的RF100-500 这支镜头 你想业余打仗是对的 光圈不够大 都轻便算了 这支镜头在日本 现在的价钱是362,770元 截合港币是19,600多 香港是多少钱呢 香港卖22,300多元 所以和行货比 这支镜头是省到2400元 但正如所说 在日本买行货 来到香港水货 所以和香港水货比 是19,390元 香港水货便宜一点 不过这样 香港水货 是未必有货的 因为只是在网上说出来 通常都没有货 所以如果你是玩开Canon R系的相机 又想买至100-500 这支镜头去日本买 不单止有货 还有钱赚 所以应该值得去想 OK 详细不讲了 大家上网看 主要我希望给大家看 这个价格.com 在这里可以查到 你们要的价钱 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不去日本 你又怎么买日本货 其实你可以去Amazon的 Dotcom.jp 即是日本版的Amazon 都可以在上高买到日本的相机 正如我所说 其实在日本买相机镜头 真的Depends 你真的要逐支去格价 不要顺着它 普遍来说 日本买相机镜头 一定比香港货 除了有特价之外 就算特价也可能比香港货 但是Yen一跌到这么低 在尼撒冷有个空多 个别产品是有好处的 要逐件赤 不过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在日本买摄影的产品 是找到好处的 例如买菲林 日本仍然买到菲林 很多菲林银 去日本买菲林 是比香港便宜的 第二 买配件 香港买摄影配件 是相当昂贵的 香港的相机价钱 会比日本便宜 但是摄影的配件 例如filter 或者一些罕见的配件 在日本买 不会特别便宜 但是香港特别贵 那些东西在日本 不会便宜给你的 都是跟着日本的价钱 不过香港贵 香港买到这些摄影配件 零尺是贵的 原厂filter也好 或者之类之类都是贵的 所以在日本 我建议大家去相机店 相机摸一下就算了 镜头看看就算了 除非沙拉开价格 不过那些配件 你真的拿一定的清单 去试价 去比较 很多时候香港买配件 是没有货的 你不知道等几时才有 日本不单止有货 而且价钱比香港便宜 所以买配件 这是相当划算的 其实去日本 说真的 我最近的想法 我会去日本 目的不是买相机的 我计划好了 短期来我去过日本 OK 我去做些什么呢 去吃东西 全世界吃日本菜 特别是日本鱼生 最棒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日本 最便宜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日本 都说完了 香港的鱼生 只要1日圆那么便宜 机票不算贵 短期内抢得很贵 我不敢罢 因为现在香港疯狂地 订机票 酒店都算是便宜的 OK 租车 由于1日圆跌了 都是便宜的 所以这几样东西加上的话 短期内 如果你能买到机票的话 我真的鼓励大家去日本走一转 OK 这段影片讲这么长 去日本 很开心 其实香港0加3之后 我最大可能 可能每个星期都可以回香港 OK 那么多人没那么疯 OK 短期内 所以我不排除 有可能我在香港重开我的摄影班 但租场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所以就算重开的话 我只能够开一个班 就是一个街拍班 不用租货室那些 OK 假如各位想 加入我的街拍实战班的话 你就留意我的广告 或者你留言给我 或者你PM我 表示你的兴趣 如果我开的话 我先优先给一些PM我的朋友 那么 通常开的话 这个班是两小时 我是边走边讲的 跟大家讲一下 在街头拍照 怎么拍 好吗 OK 有兴趣留言给我 我可能会在10月 11月 12月 甚至1月 都每个月开到一个班 如果可以的话 好吗 OK 假如有兴趣的话 你PM给我 好吗 好吗 那么画面上 你可以买到我推荐的摄影书 大概有70多本的 OK 最棒的就是我近期推出的两本 英文版的这两本 就是一本Vivienne Meyer 这本书在Amazon炒到1470元 美金 二手的也超过100元美金 OK 是的 二手超过100元美金 迷迷运费的话 就1000多元港元 但现在我的供应商只要680元 可以卖给大家 很多人要计算云费买一本 你买三本就是免云费的 另外相当正是另一本 就是何凡的那本 Hong Kong Yesterday 这本书的话 也是找到少量 便宜的 这本书在Amazon 也是炒价的 相当瘋的价钱 就算二手也不相当贵的 我们现在都是做到680元 就买给大家 这个价钱是相当划的 你用这些价钱 买到这些大师级的作品 珍藏的话 是相当划算的 另外还有其他书 包括一些日本 另外还有其他书 包括一些英文 或者日文的翻译书 无论是文化 技术 艺术 都会有 你总会有一些适合看的 你当看书展 上去看看 不买也不要紧 最重要是看看 OK 那这个link就在上高了 另外在画面另一条link 买到我推荐的CALSIX镜头纸 这个CALSIX镜头纸 我们已经做了几年了 它是一种微濕的镜头纸 微微濕 不是很濕 是轻微濕 它的好处是可以很容易 将镜头上高一点 手指印 油漬 全部抹到干净 最重要的是不留痕跡 CALSIX出的镜头配方 是相当正的 它是一家很严格的光学公司 它出的镜头清洁的东西 绝对可以顺耐 一盒200元 有200张这么多 相当划算 即是每次抹镜头 一次只需要1元港币 你看多多划算 你1万多元的镜头 你几千元的镜头 你骚髒了怎么办 一元就把它抹得干净净 OK 不单是抹相机 抹眼镜 抹手标 抹屏幕 手机 全部都可以 好吧 一盒200张 200元 包括运费 你买三盒的话 送一条爬山姓相机带 三盒 爬山姓相机带 现在有一个短期的promotion OK 你买十盒的话 就送一本 OK 没可能的 何凡乎影集送一本给你 OK 这是短期来的推荐 如果你是近期看这部影片 就应该做得到的 你迟些看这部影片 就会全部送完 我选了一批 就是我聊了一点 选了几本 可以送给大家 好吧 今天分享到此为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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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